我們現在終於到一半了 兩點半 整整delay了一個小時 我們表定應該是四點半要吃完所有的餐廳 沒關係 我現在還是非常積極的在一個競賽的狀態 真的嗎 我們不能就好好吃 我們就走回去嗎 我不要 No way 我們現在來到的是綠野鄉村 國語餐廳 那我們現在眼前的道是 倒半魚 我居然你拍到一半 消炎蛋白還沒長回來 但你開竅了 消炎蛋白還沒長回來的原因是 因為大家看到它前面 暗暗的砍著一個聲音 欸 這個魚看起來好 豆瓣魚 對 沒錯 直接忽略你 它豆瓣這樣炒得很香耶 欸 剛剛老闆講 活魚料理開始盛行的時候 最著名的口味其實 豆瓣 蒜泥 糖醋 一定要吃到活魚蛋 就像是我們吃蛋炒飯 要吃黃金蛋炒飯一樣 越傳統越簡單的東西 越看得出來你的功夫在哪裡 真的 而且我覺得豆瓣要做的這樣很香 不容易耶 它有一個一定要吃的東西是什麼你知道嗎 豆腐 它一定就是它的靈魂 你的醬油沒有弄的好吃就是要吃它的豆腐 太搭了吧 很可以 可以來一碗白飯嗎 好啦 那我們趕快吃一起 兩個小時 五間 那我們先趕快進到下一間吧 好 走 走 新龍泉花園餐廳 你在幹嘛 怎麼了 我覺得這道很特別 我先趕快吃 香蕉 糖醋魚 欸 其實你很接近耶 真的嗎 香蕉糖醋魚 糖醋 就是 硬掉 對 打這個 欸 其實我覺得越來越進步了耶 那你現在進步你的膠原蛋白部分吧 因為你的臉還是沒有變亮 我覺得你明天睡覺起來 這邊應該會填滿 香蕉糖醋魚 我覺得真的超好創意的 有點甜點的感覺耶 真的 滿好吃的 它是用魚啊 去包香蕉 對 香蕉在裡面 炸 然後再淋糖醋醬 它其實很像 那我吃過炸香蕉 就在東南亞國家很常吃到這種東西 就炸香蕉中間多了一層魚肉的感覺 因為它外面的這個麵皮也是 用蛋液來調製的麵皮嘛 你剛咬下去的時候 是一個香蕉味會這樣沖上來 然後咬幾下 那個魚肉味道都出來 外面包裹的這個糖醋醬 又是甜甜酸酸的味道 所以 滿好吃的啊 對 它是好吃的耶 其實它是搭的 只是我不知道它是甜的來吃 所以現在的活魚料理都走這麼創意無限 前幾下吃的那個豆瓣魚 它就是比較走一個 傳統的活魚料理的概念 這間就是很創意的 沒有人在乎我們現在的時間 好 談話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可以 3點 我們剩一個半小時 還有4家 4家嗎 OK 好 好像可以耶 OK 走 好好看 香荷園活魚餐廳 鏡刷 魚 老 哈哈 牛 鏡刷魚牛 我想說 老是什麼 老文 那是柳 這是柳 金沙魚柳 欸這道了不起 剛剛老闆娘說 它是活魚料理比賽的罐主 因為我剛剛問說 欸老闆娘 那你怎麼會想要來提供這道料理 他說 因為這道菜 其實是有得到料理罐主 而且金沙 對啊 金沙好像一向都滿猛的 我覺得只要什麼金沙 不會有問題的 來吃吧 いただきます 它那個金沙 就鹹蛋黃嘛 炒過的鹹蛋黃 扒在這個炸過的魚柳上面 它的味道真的是又達到了一個巧妙的容合啊 太廣告了 我想說可以來點小當家的感覺 咬下去的時候 或者說老人在拉二 哩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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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哩 裹上面衣炸過之後 然後再炒鹹蛋黃 天才小出娘來就好 好啊 懷疑我 很好吃耶 這間是第幾間啊 第八 第九間 第九間讓我復活了耶 我剛剛百年九變成一隻游泳的魚 我是一隻游泳的魚 好啦現在是幾點了 現在是3點23分 下一間GO 小江正宗火魚餐廳 鹽... 鯰... 鯰魚 鹽... 鯰魚 差不多嗎 鹽烤鯰魚 對鹽烤鯰魚 登登登 這支影片下面應該會有很多網友留言 對我們的台語有非常多微細節 這道料理我真的是很有感情耶 不錯 因為其實我的老家也就是這樣烤魚的 新鮮的魚 抓上來或抓上來其實我沒有看過它怎麼釣的 然後就是厚厚的處理 直接放在魚頭上面 如果這樣一口菜就不會都是一口鹽的 你要把它那個皮整個剝掉 蛤皮不能吃嗎 好 謝謝老闆娘 謝謝 就是你要把它剝掉 你要吃裡面的肉 皮不能吃喔 不能吃 太鹹了 不行 因為其實基本上魚鱗都不用剝啊 所以皮不會吃 對就是最原味的 哦 好酷喔 耶 就是這樣它打開就是要長這樣 沒有點錯 好 謝謝 這個我非常的熟悉 欸 如何 這超甜 對啊 那烤出來的裡面 很多的味道都被留在裡面 可是要夠新鮮 它可以這樣子 好好吃喔 我真的還蠻期待這個樣子 好好吃欸 很驚豔的味道 很驚豔的欸 嚇一跳對不對 你加上看鱗 很多原住民其實都會這樣子 掉裡面的 嗯 喔好好吃喔 超嫩的啦 而且它這是公主菜 因為它不是說 放在上面大火這樣烤就行 你要小火慢烤 所以要來吃的朋友 所以要先預言 那我不是現吃 我一定在那裡把它吃 對我這樣提醒你現時間 你現在已經4點08 好 走吧 走下一間 這到底是什麼 你到底會不會 快點 酸 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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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略過我們不會講 我只在這個語言 欸我剛剛聽說這條魚是老闆 今天早上從十門水庫撈上的 十門水庫 因為我以為水庫就是大家喝水的 用水 我不知道裡面有 那為什麼十門水庫 旁邊要有活魚餐廳 因為公斤 好吧沒關係 我們來試吃吧 不要忽略我 欸它上面好多這些 蔥 雖然是一起吃的意思 好 來我先單純吃這個 今天早上先撈的魚 喔 喔 它這個蒜頭味道我很喜歡 蒜泥融和醬油膏 之類的做出來的醬 所以它是有一點甜甜的味道 這鰻魚很清新耶 有一種很鮮甜的味道 就配合它的這個蒜泥醬 這道菜我最喜歡它的蔥 蔥蔥 我覺得這邊很肥 我不知道 我剛剛就是吃了 我就吃了很大塊油 油脂很空 它的醬很棒 很適合夏天吃 老闆剛剛說的 平衛夏天 剩一家了 哇靠我們直接 不到十分鐘耶 我們趕快走 新蘭火魚餐廳 有三紅燥魚 天啊 越來越隨便了 我真的是放棄了 我沒有辦法 欸 可是藥餡有點難 藥餡紅燥魚 有啊耶 蔥的 蔥的 紅燥 師傅 來你聽一下 怎麼唸 油宅紅燥魚 喔 油宅紅燥魚 欸 其實我們終於有一間餐廳的師傅回答出來 我們菜名怎麼唸 菜名用台語唸很難 真的很難 因為你台語是另外一個思考邏輯 用藥入菜的 你覺得我們要先吃魚還是先 我覺得先吃魚好了 哇 好大一片 嗯 很香耶 看起來它外面是有架過的 偷看師傅 我剛剛一直喵 它這邊的紅燥啊 是這邊的師傅自己做的 然後它有告訴我們這個紅燥是怎麼樣製作的 圓糯米跟紅骨米 他們說它這邊的紅燥製作呢 是先這樣圓糯米浸泡 四個小時之後呢 再跟紅骨米混合起來 混合起來就再加入米酒跟糖發酵製成 手工製作的紅燥 所以它就有一種很親切的味道 感覺那個風味比較深 而且它其實連旁邊的配菜都很健康 所以這個很好吃 這個是 平婆 我也是剛剛才知道這個名字的 從來沒有聽過 欸 它很敢夾 我夾不起來 它吃起來有點像蓮子 有時候沒有蓮子心那種哭 我覺得它很有南瓜的味道耶 微微 蓮子的口感 然後南瓜的味道 因為 最後一道最健康的 那都是一些很補氣的食材 你不覺得我們沒有時間壓力了嗎 對啊 我覺得已經放棄了 我們要來乾杯 耶 吃完了 還是很高興這次可以來到桃園石門水庫 吃著12間火魚料理 對火魚料理大大的改觀 真的 因為我覺得12間其實都是不同的菜色 然後各有各的特色 謝謝他們熱情的招待我們 太棒了 那我們為什麼會來到這裡啊 因為這次呢 桃園石門水庫熱氣球嘉年華即將舉行 6月23到7月1號 然後大家可以來吃火魚料理 之餘呢 也可以去台南熱氣球嘉年華 大家一起玩 然後來石門水庫晃晃 你看我們後面 耶 超美的 我好想避開我們挑戰失敗的事喔 蛤 有在在乎這件事嗎 我以為現在已經沒有在care 台灣失敗的事 所以我們真的要走回去 不是 我們差一點點時間還好吧 到底跟他們求情 他剛剛沒有要把車開走的意思嗎 他說我們趕快走 他說要想下班 趕快出發 那修我們影片的話 記得要幫我們按訂閱 幫我們分享 趕快揪你的朋友來 熱氣球嘉年華 大家喜歡 掰掰 這家真的太熱情了 他知道這是什麼嗎 小雞腿 教室 他長得很像腳心腿 他其實好像排骨喔 你吃吃看 超像的耶 他名字叫做 赫氏美人魚腿 魚的這個部位 咽喉 這是腿嗎 他叫魚腿嗎 魚獸腿喔 他在這裡 你有看到嗎 講的叫做雞腿的耶 對啊 看上魚 那隻魚應該蠻大的嘛 因為我記得我以前啃魚 都沒有注意到這個部位啊 他們這邊做的應該都是草料的 像我們剛剛不小心 也是被招帶了一個 剁椒魚草 看到嗎 剁椒... 那個大小 對喔 對他的喉嚨才會這麼大 剛剛... 那個那個... 姊姊 可以拿著這個 剛剛我們吃那個 薑絲魚泡的素食飯 我覺得這個也很好吃耶 杏鮑菇吧 對 不可以講 剛剛來吃這個 我覺得這個好特別 現在就是大家都在那邊安靜 不敢講 就是涼拌龍衣 龍衣是什麼 龍衣就是龍的衣服啊 好啦 魚皮啦 因為聽說很細心 他們有把就是油脂用掉 吃起來更清爽這樣 而且他味道很重 很適合配酒 來喝一下 喝酒菜 你差太久了 剛剛老闆娘說他期間限定 他原價本來是賣180 期間限40 10分的他的要太熱情了 好飽 待會兒就要胖 傻眼 欸我上次去龍舟的時候 他們也這樣吃啊 說什麼 他們也叫我女神耶 不想說你不是太好了嗎 因為那個後面會吃 好可憐 第一間三分飽 這邊鮮魚是怎麼樣啊 鮮魚就是現場抓 然後他們朋友也知道 你如何消費魚 哦 就我可以真的就是說 我要那一條然後做什麼 就要那一條這樣子 我們不建議客人 你不下狀很大 你說你弄四個人 你就建議做自己狀 我們會一人 就在我們上面 有幾個人 就要你翻牌牆牆牆牆 不用 不用 我也害他 我也是吃飯 我去吃魚 笑到我們身上 你不公開 沒有說 我根本來幹妳 那ее,你不作弊